安永总统现在是刚好去了九仪之旅 离开了旧金山了 在抵达巴马尔之前 他在旧金山进行了短暂的过境停留 不到16个小时的时间 马总统跟美国的政要举行会晤 或是通电话 跟出席当地的桥界所举办的盛大晚宴 这个过境的时间可以说是不长 但是收获看起来还不少 来看中天特派张国华 来自旧金山的最新报道 马英九总统康利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 特别转身向守候在一盘的媒体记者挥手致意 一个多小时前 马总统刚刚沿着饭店旁边的海滨小道进行晨跑 现在走出饭店 又是一脸的神采奕奕 不过他没有像过境洛杉矶时那样 走到媒体面前来握手话别 记者大声问他过境安排好不好 他只是简单的回应 好好 随即登上礼车 在美国警方和特刑局人员的护卫下 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 美国在台协会荣誉主席普维莲 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前往机场送行 总统的专机很快出现在跑道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滑行后 起飞升空前往巴拿马 马总统在旧金山过境的时间很短 全部加起来不到16个小时 但是他会晤了美国政要 出席了盛大的桥宴 而且还进行了晨跑 收获可以说是非常之多 中天新闻 张光华 钟义庭 旧金山报道